这节课我们来了解一下VR的体验与交互设备 那么主要会从下边几个方面来介绍建模设备、显示设备、声音设备、跟踪设备和交互设备 建模设备方面我们首先了解三维扫描技术 那么这种技术它是利用空间对应测量眼力 利用激光光刀对物体表面进行扫描 再通过CCD摄像机采集被测表面的光刀器械 最后通过计算机处理最终获取表面的几何数据信息 那么从这上面的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在进行三维扫描的时候 扫描仪会发射出一个由激光构成的寄阵 那么这个激光构成的这个寄阵它投射到物体表面上之后 它原本是晶莹的寄阵就会发生高低起伏被扭曲 那么通过测量被扭曲的程度 就可以计算出这个物体表面的凹凸起伏 那么另外一类也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力反馈建模设备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Sensible Technology的这个技术 它可以引起用户以虚拟雕塑的方式来进行自然维建模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Service Joint这个技术的话 它可以引起用户配戴上可以被跟踪的数据手套 它就是它可以直接在物理空间当中用手工的方式来描绘三维体现 跟前面采集的3D模型不一样 那么还有一类设备可以用来采集三维全景 比如说可以采集柱面全景球面全景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些设备我们在后期会给大家介绍 那前景信息采集它还可以包括立方体全景 还有对物体进行的对象全景等等 那么跟建模技术相对应的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 就是虚拟现实的显示技术 这里包括全景显示及立体显示 还有虚拟现实头显 VIA Head Mounted Display 以及屏幕加上液晶光甲眼镜 CAV仪系统 真三维显示 入目以及前夕膜投影等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是一个全景式的显示器 它的造型有点像卫星天线 可以显示三维的心理影像 那么这个显示器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可以几乎将用户的视野完全封闭其中 它获得非常好的沉浸感体验 那么全景显示 它主要是给人的视野提供了更大的可视范围 人的眼睛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立体显示 那么通过立体显示 可以使人的眼睛 获取立体空间的感受 那么这种技术一般通过 使左右眼分别只看到左右立体图像对的方式 来使人的视界系统获取空间立体感 目前常见的VR头显以及MR头显 基本上都在采用这样的一种技术手段 然后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体积型的一种真三维显示装置 它不需要戴任何的眼睛 就能够从各个角度显示三维立体图像 那么它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里边一个高速显转的投影屏幕 快速的更替 显示薄片 那么利用人的视觉暂流效应 来使人眼看到 一个漂浮在空中的一个真实的三D图像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类似原理的一个真三维的一个体积式的三维显示装置 我们可以看到它把 可以把虚拟影像投射在这样的一个45度的显示屏幕上 然后通过屏幕的高速显转 从而在空中产生三维的结构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刚才所介绍的这种3D显示器的工作原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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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种技术是采用透明的投影或者显示模 在空中形成幻影一般的效果 一般来说会采用全息投影模或者是透明OLED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案例 就是在一个博物馆里边 背景是一个微缩模型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人物 它是活动的 它是投影在全息投影模上边的 由真人表演记录下来的影像 那么我们会感觉到这样的一种稀释融合的场景 稀续柔深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描述这种前期投影模 在博物馆展示当中的音乐 那这个视频是由我本人在奥本城天后歌的博物馆中拍摄的 这时秀吉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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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這就是你的手法 而是任何階段的位置 我的手法 如果有些練習的功夫 女士的身體積極的事情 Сер一次的功夫 把他人家包的拾好 我手是非常兀的 我身體積極的 那么我刚才介绍的全息投影模也好 透明OLED也好 它都只是一个平面 那么现在有一种所谓的全息展柜 那么它是使用四组投影系统 结合镜面反射的作用 在空中形成一个 可以从多个角度观察的一个细腻影像 那么跟全息投影模有点类似 但是又有很有特色的另外一种类型 就是气体或者是水墨的投影 气体投影它可以通过水蒸气 在空中形成一道物墙 投影机把画面投射在上面 就可以形成一个幻影般的效果 那么跟物墨类似的就是水墨 水墨的话它更适合于在大空间里边 尤其是很多城市的水墨电影 它会往往会设置在浮面上边 通过高速喷出的水流物化之后 在浮的上方形成一个扇形的萤幕 再用专门的投影机把录制好的画面 投射在这样那个水的屏幕上 使得虚拟的影像在自然的夜空当中 以真实世界融合一体 产生一种虚拟缥缈的梦幻般的感受 那么这是一段在城市的图面上 上演了一个主要电影的画面 也是我本人所看到的 那么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基于 全息成像园里的一种投影技术 那么它利用全息干涉条纹的方式 在空中形成真正围的全息图像 那么这种技术目前来说成本还比较高 但是也已经出现了一些 用于商品展示或者是魔术表演的 一些这种装置 那么这次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